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易小小 起这么早 没吃早饭吧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早饭 这是 刚刚路过前台看见她 这个是 你男朋友送你的吧 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来 哥 真是 你这腿只有多活动活动 才会好得快 行了啊 我干活还差 你那腿怎么回事 没事 我就磕了一下 没事 你是不是在车场跟人打架了 程叔叔 他其实 爸 我这腿就真没事 就是摔了一下 我去车场是工作的 没打架 一天到晚也不干个正事 这骆家恒也真是 跟恒星合作完了 还能把我照片拉着 我倒要看看 给他收起来 他什么时候能发现 笑笑 你起得真早 谢谢 陆生也会参与到下部的项目 好啊 瑞克就我一个 以后多多观赚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对了 带走 笑笑 我给大家带了好吃的 给 谢谢 你最爱的 我才会的 что我从事 那我们 也后再来 在这儿 我 什么 我 他在这儿 过来 我 我 最好 我 我 左边一点 再靠左边 再往下往下 那边还挺脏的呢 用力点啊 非常好 还要我说行了吧 行了吧 行了吧 什么行了 还这么脏呢 怎么可能行了 我干活你就一直在旁边看着 也不知道打把手 我今天好像吃错了东西 肚子特别疼 我说骆家少爷 我一让你干活 你就在这儿给我装病是吧 真的 我肚子真的很不舒服 你还是赶紧擦吧 还是很脏的 这次我就放过你 等下次 我逮着你干活的时候 这也糟啊 行 那你觉得怎么样啊 蓝色 肖肖 没吃药吧 看什么呢 这么可笑 你看吧 这 可笑吗 不是 你得听那个 凄惨的背景音乐 不知道的还以为 成风铭是二级伤残呢 哪有那么夸张啊 这倒是 这的确没那么夸张 哦 我还有点事 我先出去一趟 晚上把那个报告交给我 好的 带总 你接着忙啊 好 小心点啊 路上 好 晓晓 这是新的数据报告 带总和成风铭最近怎么了 没事啊 没事啊 是吗 在米娅的时候看到他们 还挺好的 他俩挺好的 晓晓 佳衡 你来干什么呀 你和恒新什么关系 我来接晓晓下班呢 你看 我还买了巧克力大福给你吃 我最喜欢巧克力了 谢谢佳衡 走吧 走 师兄 那 我们先下班了 拜拜 拜拜 让我靠近你 隔着山河海的距离 这一步跨过去 我不信走不到甜蜜 让我拥抱你 平常所谓爱的意义 这一次不抗拒 这场叫做你的蚊蚁 为你失眠也为你早起 为你漂浮又为你落地 过去梦想走遍千万里 现在只想睁眼就亲吻你 我这一腔 盈夕 后属又叫我干吗呀 盈夕 你怎么来了 我看你腿还没好 自己不知道模样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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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事 你看 这 就一点点了 那都是骆家横 瞎发的恶搞视频 我没什么事了 跟我来 好 佳恒 我 我和陆世兄一起工作 你是不是吃醋了 没有啊 没有 没有啊 没有你 你你七千半小时去接我下班 你还送我最喜欢的大福给我 那 谁叫我们家笑笑 又可爱 又美丽 又动人 又大方 我当然要提防那个陆绅啊 你别生陆绅气了 他就那样一个人啊 那两个人 我 陈锋铭带一夕 走 去看看 痛吗 没事 谢谢你啊 这么晚了还给我送药 我就是看到朋友圈视频 你挺可怜的 你不要多想 那 那都是佳恒瞎闹的 我没多想 栅 tee 嗯 我们还是回到 像原来那种状态好不好 朋友的状态 当然好啊 程副明你知道吗 你有的时候挺让人捉摸不透的 你有时候挺讨厌的 有时候吧 我见着你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是他的替代品吗 不是 我从来都没有那个意思 你俩根本就不一样 但是我怕 英心 以我现在的状态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承诺 你能明白我吗 我承认 我没有你那么伟大 没关系 冯明 怪我 你不认识我 是我对你 抱有太多期待 我会调整我自己的 做朋友挺好的呀 哎 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刘夕 刘夕 无论如何 我都希望你快乐 我挺快乐的 走 今天谢谢你了 跑一趟 我会涂的 那我先走了 喂 硬盘修好了 有什么问题 行 我现在过去 我有点事 你去哪儿啊 我得去趟数码城 你上来吧 我送你 要麻烦你了 你说 他俩这也算剑上面了 咱俩这计划算成功了吧 肯定啊 他俩现在是心口不一 尤其是盈夕 他怎么可能会缺凤鸣小朋友呢 真聪明 那聪明的孩子 有没有奖励啊 当然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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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而已啊 不然呢 我先走了 我还要睡美容觉去呢 拜拜 老板 老板 硬盘怎么了 这硬盘我建议你不要再维修了 我 我加钱也可以 不是钱的问题 这个硬盘在摔了之后 造成了严重的物理损坏 电脑已经无法识别它了 而且内部的叠头和盘片 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开盘 将新的叠头 放在这个盘片上 但是因为这个盘片也有损伤 所以即便如此 也没有办法恢复百分之百的数据 哪怕是百分之一我也要是 开盘需要在无尘环境下进行 据我所知 没有几家机构可以做到的 老板 如果我有朋友 可以找到无尘的环境 您可以帮忙修吗 如果真能找到 我可以试试 太好了 我不是说 我愿意说 你不要试试 你不怕 我 disclaimer 我可以试试 我不怕 你试试 你不怕 我可以试试 我要去 是吗 你是说 我 你�가 大周末呢 不会是工作邮件吧 爹 爹 被骗的滋味如何呀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必须和洛家恒分手 我为什么要和他分手 就算他是恒星 跟你也有什么关系 难得你这么聪明 我就再跟你说几句 如果 所有人都知道 恒星用他的影响力操纵无论 只是为了让你朋友拿下项目 你觉得恒星的拥护者们 会不会一人一脚 把恒星踩到灰尘里呢 你到底想怎样 你好好想想 到底是分手 还是看着洛家恒 被网友们网报到患上抑郁症 给你一周时间 如果还没分手 你第二次看到这条视频 会是在热搜上 你现在这种行为 属于恐吓 威胁 你小心我起诉你 一听你上学的时候 就没好好修法律基础 这门课吧 尽管放马过来 这样网友们 就能尽快看到这出大戏了 哦 还有 洛家恒可不致欺骗你恒星的事啊 他还翻过你的钱包 小心不要被放了什么监听设备 一定要让人这么说 杨真义一直不让我来这儿 肯定是藏了什么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是来看看你是不是把酒藏这儿了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让人知道咱们在一起喝酒 也不要让人觉得咱俩很熟 得 你就放心吧 我谁也没说 好 我都说了 彩霞 你真的是狠心吗 喂 晓晓 令姨 怎么了 我化妆呢 有事你说 怎么这么多粉丝啊 你说什么呢 没事儿 我最近研究粉丝经济呢 你研究那干嘛 你先别管了 李姨 我问你啊 你平时会相信 被爆料出来的那种 明星 情感八卦吗 这个我熟啊 我跟你说啊 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这里边涉及了好多情感啊 利益啊 可复杂了呢 那不就被冤枉了吗 等反转啊 那就更刺激了 那怎么才能反转呢 当然是用事实说话呀 有理有据 这样啊 才能让那些吃瓜群众信死 晓晓 我不跟你说了啊 今天周末 我听你的 我炖了鸡汤 要给老爷送去 我先去了啊 我不跟你说了 拜拜 哦 他谁啊 我后面给你解释 你先走 我后面给你解释 谁啊 你有病吧 那个 你先走 你给我回来 你是干吗的 你把我说清楚 是他 是他的话 会当面告诉我 难道是 他 有人会曝光自己亲历 是他的弟弟吗 怎么样才能用事实说话呢 你们俩刚才在门口干嘛呢 你们俩刚才在门口干嘛呢 你当我没看到吗 你们俩都会被你家公开 你的 你们俩都会有所事实说 从你上次看到照片的时候 就已经好了 一文 你不是认诚的对不对 我要是哪儿做错了 你跟我说我可以改 你离开她行不行 你离开她 问到今天一切完全没有发生过 我们重新开鼠码 好好地在一起行吗一文 咱俩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 我们就很难回到从前了 一文 下次再说 好吗 我送你 我自己走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海豚的记忆力很好 嗯 那你觉得是你的记忆力好 还是他们的记忆力好 当然是我的了 那我考考你 在哪儿捡到我的手链的 机场的咖啡厅 我在蜜亚的时候 我的设计作品灵感来自于 狐狸嫁女 那考个最近的吧 我们上次来这儿 拍的照片你放哪儿了 我的卧室啊 我的卧室啊 卧家衡 下次撒谎 可不可以不要当着我的面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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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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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什么时候我老了 也能像他们一样 在江边钓点鱼啊 陆师兄 饭也吃完了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你不觉得 从蜜亚到李智杰 再到夏布项目 恒星出现的时间 太凑巧了吗 我知道 恒星就是家好 你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这视频不是你发的 恒星就是家恒 继续喝 不喝了 继续喝 你不能再喝了 别喝了 别喝了 继续喝 不是 不是 那你怎么知道 恒星就是家恒 你不能再喝了 我就知道 你家恒星出现了 是啊 感谢观看